中委会外交部以及海巡署等机关 为了要落实台日渔业协议所做的种种努力 确保了我们渔民的作业权利 十分值得肯定与嘉许 在外交方面请冬委会 在台日渔业委员会这个平台 持续会商相关的部会 跟日本方面来协商 我们台日之间所关切的议题 譬如说像在八重商群岛以南的这个作业海域 还有进一步的一些渔业合作的事项 希望能够增进双方在渔业领域的一些合作关系 另外我们也要请海巡署 在台日水域常态性的派驻大型的舰艇 来执行护鱼以及执法的工作 以彰显我们在协议这个水域 有管辖权的主张 那么另外也请冬委会持续辅导 我们苏澳区的渔会等相关的渔业团体 多做宣导 让我们的渔民了解 作业务必要在适用的海域 这边会有我们国家的权利保护 这样也可以确保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让我们的渔民能够跟政府的努力同步进行 我们的渔民能够跟政府的权利保护